每天他就是機器人 我感覺我是跟一個機器人結婚 我不像一個很會做家事的老公 我要是陪我聊天 陪我吃飽飯 然後兩個人在街上散散步那種 很簡單的幸福 其實一同進程的狀況 同時也反映在我們的婚姻上面 就是我還是覺得 就是人家會覺得 比如說剛剛晨晨說 我說的那些話會被王瞳罵 然後我做的這些事情會被王瞳唸 你不要做那些不會被人家唸的事情 不會被人家罵的事情不就好了 你一直做錯的事情才怪別人的脾氣差 一件事情你教一次跑不會 兩次不會 三次不會 我教你五次到十次 你總應該要進步或是會了吧 但是你就感覺到是 沒有想學 就是沒有那個心 那種感覺是 晨晨你還是過自己獨居老人的生活 她每天八點半就睡覺了 八點半睡覺 各位線上朋友們 朋友 你知道我們去量身體壓力 她的身體壓力有多高嗎 一般人 我大概我四五十%吧 就是熬眼睛 沒有辦法好好睡覺 人已經四五十 她跟我七十還八十幾欸 人怎麼可以把自己過得像機器人一樣 我們總要放鬆啊 你那個相機已經每天這樣拉緊 一定是會斷掉的啊 所以她就 當然 當然八點半就想睡了 因為她很累 她把自己搞得很累 然後 請問八點半有什麼夫妻生活 七月七號那天我們兩個的結婚 就是我們跟上帝的結婚紀念日 我想說哇太好了 我們待會要 就是可以吃個餐酒館 吃完之後喝點酒之後 我們可以聊天 我們可以一起看看韓劇 或者一起唱歌 八點半就睡著了 然後就一路吃吃吃吃到十點 然後十點半 她就過來 嗯嗯 起來 然後就默默地跑去廚房 煮海鮮 吃蝦 每天欸 每天欸 然後我就傳訊息說 我們先彼此冷靜一下好不好 我覺得我們的婚姻好 好困惑 讓我好困惑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 我不知道我們到底是為了什麼而結婚 就好像這個婚姻不關你的事 我就想說 Sorry 是不是你一個人 會不會比較好 就是 你還不用再花錢照顧我 你也不用花時間照顧我 你也不用再花心思買禮物給我 或者是 你還要送哈魯去洗澡什麼 就是 一個人反而比較清閒 因為她有時候她有文字障礙嘛 然後她又看到這麼多的訊息 她也一時不知道怎麼回 然後也不知道該 我就跟她說你看一下好不好 然後她也 你就看她愣在那邊 然後就默默的把手機放下來 然後 又開始做自己的事情 每天她就是機器人欸 我這感覺我是跟一個機器人結婚欸 每天早上七點起床 九點吃早餐 十一點半訂UberEats 十一點五時下去拿UberEats的餐 然後一點兩點開始就開始做自己的事情啊 或是看看我要做什麼 處理什麼事情啊 或是買家裡的什麼備用的東西 她很願意做 但是她從來不跟你聊 她完全不關心你的心情最近怎麼樣啊 彤彤你最近心情好不好啊 或是你 欸你昨天去錄的拍戲 有沒有遇到什麼事情啊 你NG很多次嗎 從來沒有 她就是一直聽自己的 Bong Jovi 或者是 或者就是在做自己的事情 但是她很棒的一點是 她會幫你買好早餐 倒好垃圾 洗好碗 洗好衣服 脫好地 但是辰辰 但是辰辰 這些事情 我請個費用來做都比你強 我不是要一個 我不是要一個很會做家事的老公 我要的是 陪我聊天 陪我 就是吃碗吃飽飯 然後 兩個人在街上散散步那種 很簡單的幸福 從來沒有 從來沒有 然後我就覺得 嗯 那 那這樣你跟我結婚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然後外界的人都會覺得 王瞳對愛晨好兇喔 什麼 或者是愛晨好可憐喔 因為被王瞳這樣逼著 因為被王瞳這樣逼著 我已經忍受了十年你這樣子的機器人的生活了 我們在一起十年你就是 就是以前 包括我們去日本玩 他一上那個地鐵 我們從那個迪士尼出來 然後地鐵門一打開 哇 終於有個位置 然後我們 全身都是 都是汗 然後很累 然後我要拎著行李 我要拎著行李喔 然後你就看到一個 胖子 他那時候八十幾公斤 再九十幾公斤 就從一個黑影 從我面前這樣 砰 衝過去 他就坐在那個位置上 坐下來了 啊 這樣 就是 通常 我不是會讓給老婆先坐啊 或是讓給女朋友先坐啊 他說 sorry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就像剛剛他那樣的解釋 他就說 我就像一本很薄的字典 你跟我講 我願意改 我會慢慢增加 慢慢增加 慢慢增加 其實真的那種感覺很 很絕望欸 澄澄剛才說 我為了彤彤舍命 你舍在哪裡 你真的知道我喜歡什麼東西嗎 或者是 一如跟你說 母親節叫你寄一個卡片 給你媽媽 愛是要有行動的 信心如果沒有行動就是死的 沒有行為就是死的 愛如果沒有行為 只是掛在嘴巴上 講我愛你真的很簡單 你要享受風景 就像你之前不是跟阿金說 我真的覺得我們現在人 就是已經坐在那個 飛機的頭等舱 你現在在頭等舱啊 可是你把窗戶關起來 然後空姐問你說 欸 蔡先生要不要來瓶白酒 不用 蔡先生要不要來一個 我們最厲害的愛蠟莎 不用 然後門就關起來 很老欸 你在頭等舱欸 是不是 然後你也不跟我們大家聊天 那你幹嘛花錢做頭等舱啊 你做經濟舱啊 對不對 給你年輩你也不要 還在寒冷 我講完了 你說機器人的生活 我的確是 就像董農家長講的一句話 沒錯 你活在天上 人間疾苦你不了解 人間的痛苦你不曉得 所以我們講的話你聽不懂 所以你只會唱歌吃飯 唱歌 因為唱歌吃飯是你care的 其他你不care 天啊 很醒 真的很醒 那因為 在這二十年當中 就是 在藝能界闖蕩嘛 然後怎麼闖都闖不出名堂 然後也 猶豫症 也躁鬱症 也鬼父 也死裡復活 其實到最後 我覺得 我漸漸漸漸 讓自己過上一種 只要我不傷害人 只要我 讓自己活著 那就好了 所以 我把照顧自己的時間 變成 很多 我把很多的時間拿來 照顧我自己 只要我把自己顧好 我不害人 那就好了 其實那天童童跟我 分享這些的時候 我心裡一度是覺得 哇 天啊 真的是如此 真的是童童說的 你娶我沒有用 你愛不到我 因為 你是一個人在生活的人 我瞬間想說 我還是拿一個包包 自己找一個地方 自己一個人繼續生活 到 到人生結束好 我是真的這麼想的 但是我相信 我們是神的孩子 我們是有能力 可以做改變的